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crime调试工具方法的一些介绍 那么在我们在上几次课中 其实已经跟大家介绍了一些 我们的crime调试的方法和技巧 那么主要的技巧和方法 就在这两个部分 一个是显示网页原代码 一个是检查 当然我们检查可能使用的是最多的 那么检查打开过后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些 我们在这次课程中所学中 所需要的一些内容 那么在打开过后 有些同学可能说我的调试工具 是在它的左边或者右边 甚至来说是个浮动的 那我怎么去修改呢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close 这个X的旁边有一个什么 定义我们的什么这个dock 就是我们这个调试窗口的一个什么 边缘位置 有几种 第一种是我们像这种 已经变成蓝色的 说明我们在下面 然后在我们的右 我们的这边是变成右边 就是你调试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边是网页内容 这边是我们调试的内容 就看你根据你的显示器情况 来进行调节 然后我们也可以作为浮动 浮动的话就相当于 这是一个单独的独立窗口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 它进行一个什么 调试 所以根据你自己的显示器 和我们自己计算机的一个特点 然后进行一个配置 那么我比较喜欢选择是下边 好 那么这个是调成这个样子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 那么这个选项 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那个元素选择 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一个元素的情况 我们想知道这个元素 我们究竟是如何装修或装饰它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它的什么 选择一下 然后看一下它的什么 内容是什么样的 它的装修风格是什么样的 然后装修的什么 风格呢 我们仍然还可以在这个地方 什么 直接修改它 比如说你看像这个地方呢 我是可以有几种方案修改 大家看到 在装修风格中 这个地方有很多沟 对吧 也就是我如果说不想装修颜色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沟怎么的 去掉 去掉过后 那它可能你看 它的颜色是不是就从这个 你看很黑的颜色 变成了一个 可能是一种 我们后面会有的默认颜色 对吧 反正它就是 然后呢 你也可以选择这个属性过后呢 也可以针对这个属性 什么 修改颜色 对吧 比如说我们随便写一个 比如999 好 那么一灰车 它就变成一种灰色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什么 比如说我们就 只写成什么 990 你看就会变成其他颜色了 所以根据这个颜色呢 我也知道了 原来这个装修材料 只作用了什么 这些部分 而这两个按钮 登录和设置 这两个按钮呢 其实是没有被什么 没有被进行选择的 对吧 也就没有 并不是我们看到的 这种装修风格 和装修的 这个装修公司 是去装修的一个部分 好 所以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后期调试的时候呢 经常会用到的技巧 就是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直接来调整 我想要的结果 然后呢 把这个值呢 在我们代码中呈现出来 好 那么这是一个 这是第一个元素选择 那么第二个呢 是我们在我们后面 以后学习的移动开发中 很多页面呢 并不是像我们PC一样 会是一种 很大的一种显示器 可能像手机 或者我们派的 它可能会有不同的 或者说像我们的i4 iPad mini 对吧 等等这些 会有不同的尺寸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页面 能不能适应这些界面呢 好 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点击 这个按钮过后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它就会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页面 这个默认情况 就是我们的普通设备 然后我们可以选 不同的设备 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 我们的什么 比如说我们选择iPad iPad过后 那么可以看到 iPad界面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如果我们选择 手机的界面 比如说iPhone 好 你看这个界面 是会不会也会变样 对不对 那么如果这个看的 不是很清楚 因为百度的元素比较少 我们换一个 比如我们拿淘宝来举例子 好 一样的 你看我点击它 正常PC看到的页面 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但是我如果用手机访问淘宝 我们来看 手机访问淘宝过后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页面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来显示 就是显示这个页面 然后同样的 你可以iPad 它也是会有一个自适应的 自适应的宽度 然后用通过这个 然后来达到什么 我们来看不同的屏幕尺寸 然后来适配我们的什么页面 是否符合我们的要求 重新再按一下它 这个时候 就会恢复成我们原来的样子 好 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两个选项 其实我们的元素选项 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我们通过这些选项进行控制 然后接下来像这个控制台 那么这里头 是我们后面以后要学JavaScript 当中用的可能会偏多一点的调试工具 然后下面我们主要想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关于什么 这个Network Network的这样一个什么 这样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实际上 它是在什么 来看我们这个网站 或者这个网页 跟我们服务器之间的一个什么 数据传递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 在我们后面学习过程中 主要在Web优化中会用到 但是我们这儿要先明白 这个工具中我们会怎么使用 好 那么我先随便选择一个 我们最上面 最上面是我们的主页 那么比如说 我就拿这个来举例子吧 一样的 你看 点到这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拉上一点 会看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 又多出了一个页框 对不对 这个页框实际上 就是我们浏览器 跟服务器之间的一个什么 数据交互 数据交互 那么其中最下面 叫做Request 这是我们浏览器 请求的什么 像我们淘宝 像这个淘宝网 请求的一个字段 然后 那么接下来 中间这个部分 中间这个部分 是我们什么 浏览器 我们的淘宝 我们的服务器 向我们浏览器 回应的一些数据 那么这个 回应数据 其实就是浏览器 最终会收到的 这些消息 通过这些消息 它可以更好的来知道 我们的这个页面 会有哪些元素 哪些什么大小 哪些什么属性 这些在我们后面的 深入学习过程中 会逐步去理解 这些字段的一个意义 好 今天我们主要先知道 我们可以有这个工具 来查看 我们的服务器 跟我们的浏览器 之间的一个什么 数据内部 是如何进行交流的 好 那么这个呢 我们作为一个 先作为一个 尝试先知道 有这个事情就行 然后具体的 一些什么时间 和优化这一块 可能我们在以后 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再去来深入理解 这个部分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关于我们的什么 就是调试方法 简单的了解了过后 我们在以后工作中 就尽量用这种调试方法 一旦出现错误 也不要着急 用这个方法 我们来去尝试的去解决一下 然后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手册 叫W3史故 手册的使用 那么这个手册 在我们的开发过程中 应该说 是可以作为我们的字典 作为我们字典来使用 字典 顾名思义 就是我们主要是以查询为主 而不需要把这个手册 完完全全的背下来 只需要把它查询 然后有不懂的 然后或者有 不是很记忆很清楚的 我们能够通过手册 能找到它的在哪就行 这个手册的具体使用方法 在我们之前 已经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主要是什么 就主要我们是 在点这个HTML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工具箱 对吧 工具箱中 我们以后像这节课中 这次课程中 我们主要讲的是HTML 所以说你只要点这个手册 那么这里面的 所有跟HTML有关的 所有信息 你都可以找到 那么在后期学习过程中 我们很多部分 我们不可能一一全部介绍到 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是 介绍一些什么 大概的意思 或大概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如果以后 我们有这种需求的时候 我们再去看这个手册去查走 比如说其中这里面 有一个什么HTML的符号 你可以看到 那么在这个符号中 非常非常多 比如说我像在浏览器中 显示一个 比如说像数学的什么 derta 30 等等这样符号的时候 我们很显然 我们没有必要去记这个东西 我们只要知道 我们想找哪个符号 然后用什么样的什么标签 去什么 去标记它了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去记 只需要用到的时候 咱们查询出来就可以 好 那么所以这些 就通过我们的手册 可以慢慢的去体会 或者是去什么 根据它的情况 去找到我们想要的字符 可以 Royal 对 要是ола 在